资卡病毒入侵我国 人人自危 如果孕妇患上资卡病毒 那是不是意味着肯定会导致 腹中的胎儿一出世就是小头畸形症 那可不一定 宾州中央医院传染病毒专科医生 曹定斯在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时指出 只有在怀孕初期的资卡病患者 生下小头婴儿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但也不超过15% 这个情况不是100% 通常是大概1到10%左右 绝对不是100% 然后如果是在第一期 第一期就是刚刚怀孕 到第12个星期怀孕 那个我们就叫第一期 或者是英文叫first trimester 那么它的发生率就会比较高 可能会stretch到10到15%那么高 只是在第三期 就是说在最后一个期 这30个星期到38个星期 我们或者是40个星期 这个是third trimester 就没有那么的案例 曹医生提醒孕妇 如果在怀孕期间出现资卡病症状 那么就要尽快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可以通过血液和尿液检验 来诊断出孕妇是否感染资卡病毒 否则一旦超过两个星期 那么检验结果就没有那么准确 因为思考virus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在没有怀孕的妇女 或者是没有怀孕的人里面 可以大概留着我们的身体里面 大概7到10天 不过有些案例 就是说可以到两个月 还可以被检验到 怀孕妇女可能会到两个月 会比较长一点 我们是可以够出抗体 可是这个检验不在我们马来西亚里面有 此外如果怀孕初期的确诊资卡病患 不想连累腹中胎儿 想要做出堕胎的艰难决定 曹医生强调 病患必须在获得两名妇产科医生的同意下 多方讨论才能进行堕胎手术 至于对于曾经感染了资卡病毒的妇女 如果想要再怀孕 那么曹医生就建议遵照 世界卫生组织的劝告 在康复的两个月后 才开始怀孕计划 而男性方面 由于资卡病毒可以在男性的经验里 存活大约六个月 一旦想在康复后进行性行为 那可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 曹医生已强调 资卡病毒只会对初期胎儿的脑部发育造成影响 但对于成人和已经出生的小孩的影响微乎其微 虽然会引发脑膜炎 神经系统发炎等等病症 但最后也会完全康复 无论如何曹医生说 只要保持家里的环境整洁 确保四周没有积水和杂草重生的问题 那么就可以避免感染 资卡病毒 NTV7 槟城 采访我到